Falina一號出席新電影的活動 除了擔任一日店長之外 前幾天去參加焦哥的五十大壽 沒想到在照片中 小男友的臉竟然舞照曝光了 因為那天就是 對啊 大家都想要去 焦哥的五十大壽 然後送上祝福 焦哥很客氣啦 他一直 今天就一直跟我講 然後他很緊張 然後當然他也覺得很抱歉這樣 我就跟他說不會 因為只能說 就是記者們眼睛真的太尖了 就是已經那麼糊了 你們真的都是名偵探欸 我的媽呀 他就說 所以記者都沒有問他說 小燕姐送什麼禮物啊 梗汝送他什麼 都沒有人問 都在問你 我說對不起 那話我跟妳道歉 那男友不得也有想要嗎 還好欸 我覺得他自己 算是還蠻淡定的 因為他畢竟還是有他自己的生活啊 工作啊 還是不想要他太被影響 其實他如果很想要紅的話 那也是可以請他 看要不要簽來認真美好 我送他一個飾品 精品的飾品 那我是 因為最近真的很忙 我就只有 辦法在網路上先做功課 然後就看看看 就看 就這個很適合 很適合那個附贈 都沒有現貨 只能訂 我就訂了之後呢 我就只好寫一張卡片 然後把我要送的精品呢 用那個胎力的輸出 然後貼在卡片上 我說這是禮物 但他還在海上飄 哈哈哈哈 就是代表我的心意啦 因為想說 還是要送一個 我覺得適合他 然後又能代表我心意 然後又不會造成他的負擔了 那亞有說妳跟男友 現在說 嘴巴很大啊 陳家花的嘴巴很大 你們不要再問他了 他宣傳完了沒啊 到底 宣傳到幾時啊 哈 野夏天 夠了吧 陳家花不要再宣傳了